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如果要买一套房子,你会不会事先了解房产信息呢? 你可能要说,这问题简直是废话,在超市买包零食都要看看成分表和保质期,买房怎么可能不去了解呢? 从户型设计,房间面积,地板材质到物业管理和产权年限,一定都会认认真真搞清楚。 毕竟房子很贵,而且是能用上几十年的不动产。 话虽这样说,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房子是糊里糊涂,漠不关心的。 没错,我要说的是每个人都会住一辈子的那座房子,我们的身体。 一具身体里有几根骨头,血管的长度可绕地球几周,蹄脏在哪里,怕有什么功能。 身体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如何会磨损?除了故障,如何检修? 这一连串的问题似乎又把我们推回那个古早的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 你的身体是你的房子,同时也是你自己。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闭着眼生活的,我们既不了解自己的房子,也没有认真考虑该如何与它相处,甚至在墙壁上乱涂乱画,把垃圾扔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今天这本书的原因,身体居住指南这本书可以理解为一个身体的说明书,帮助我们摆脱面对身体的蒙昧状态。 本书作者比尔·布莱森不仅是杜伦大学的前任校长,还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科普作家。 他的超级畅销书《万物简史》获得了欧盟最高文学奖——迪卡尔奖。 接下来,我就分三个部分向你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身体中有哪些我们日常视而不见的神奇之处? 为什么现代人总是在慢性自杀,身体却执着地进行着自我修复? 身体又是如何被摧垮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下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身体中有哪些神奇之处?为什么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精逆而伟大的艺术作品? 其实啊,组成我们身体的所有化学物质都可以在五金店里买到,而且花不了几十块钱。 可以说,你在身体中发现的成分和在泥土里发现的没有什么分别。 这大概可以作为女娲捏土造人的科学依据。 除了这些五金店元素,人体中最多的是氧气,占到百分之六十一的空间。 人体有三分之二是气体,这听起来有些违反直觉,但事实如此。 就是这样一句看起来毫无灵性的身体,却不知受到什么点化成为了万物之灵。 就拿我们的皮肤来说,如果威风轻浮脸颊,一种叫麦斯纳威力的传感器就会给你带来舒适感。 如果你端起很烫的盘子,乳菲尼威力就会痛得大叫。 更惊妙的是,这些传感器天生就会看人下菜叠。 爱人的抚摸会带来美尿感觉,同样的触碰来自陌生人则让人毛骨悚然。 诸如此类的感知能力,绝大部分都离不开大脑。 大脑的成分也极其普通,75%到80%都是水。 你可以说脑子进水是每个人的常态,剩下的小部分是脂肪和蛋白质。 但就是这三种频繁的物质,它们奇妙结合就诞生了刻意思考、记忆、审美的智慧之源。 根据人类目前对大脑的认识,一粒翻毫米的一块大脑皮质,也就是一颗头皮屑那么大,就可以存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电影。 原体是一台太过精密的仪器,它严丝合缝地运转时,我们只觉得稀松平常。 可一旦出现一丁点小故障,就会闹出大乱子。 下面这些罕见病都是最好的例子。 患上里多克综合症的人,只有在运动时能看到东西,静下来就看不到了。 卡普格拉综合症让人相信身边的人都是骗子, 而科塔尔症的患者会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且不可能被说服。 身体的奥秘太多,以至于人类研究了这么久,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还是显得很无知。 这就好像我们住在一栋情形相当复杂的大房子里,不断地在房子里探险,总是有新的发现。 就在近些年,生理学家们发现,唾液中有一种强效止痛药,效率是马飞的六倍。 这就是为什么用牙咬腮帮子或舌头没那么痛。 但是这种止痛药为什么会出现在口腔里,人们还没弄清楚。 一知半解的事情还有秃顶。 同期发现,一半一生的男性会在五十岁左右出现秃顶。 对于秃顶的原因,生理学家已经发现了一部分。 那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一种叫做双氢高酮的激素会变得混乱,导致头上毛囊关闭。 又由于双氢高酮是由高碗产生的,所以已知最有效的剧疗方法是咽割。 这显然太荒谬了,但是人们还没有研究出更好的方法。 每个人来到世上,就拥有了身体这样一座奇迹宫殿。 但是我们是怎么庆祝的呢? 我们把垃圾食品扔进喉咙,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发光屏幕前以近乎植物人的状态度过。 但是,以生活方式自杀需要很长时间,身体总是在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庇护我们。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身体是如何想方设法为我们排除危险的? 我们先从最表面的说起,在以白为美的文化中,人们害怕晒黑,但实际上晒黑正是身体保护我们的一个证据。 说到太阳暴晒时,皮肤产生黑色素,黑色素是一种极好的天然防晒霜,让我们免受此外星伤害。 再比如说,人类进化过程中很多毛发都消失了,但头顶的毛发却保留了下来。 头发在寒冷中是很好的保温绝缘体,在颜热中又是很好的热反射器。 它为最为重要的脑袋提供了一个冬暖夏凉的效物。 除了这些浅层的保护,身体还提供更加复杂高级的保护。 体育,一些研究发现,女性非常不善于记住分娩时的疼痛程度,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为的是给将来的生育做准备。 而到了母亲补育婴儿的时候,乳腺可以通过吸收婴儿的唾液察觉到他们需要哪些抗体,然后再通过乳质补充给他们。 由于身体的这种巧妙机制,孩子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受到了保护。 现代生活带来了更多生存挑战。 譬如在你过马路时,一辆车急速驶来,你急忙后退一步,实现这个规避动作正是依赖于大脑的预测功能。 要知道,眼睛捕捉的信息传入大脑处理是需要时间的,大约五分之一秒。 这个时间看起来短,在危机时刻却可以决定生死。 如果大脑反应总是慢上五分之一秒,很多突如其来的危险就无法避免。 于是,我们的大脑做了一件不同反响的事情,那就是它一刻不停地在预测五分之一秒之后的时间。 可以说,我们此刻看到的世界都是大脑预估出来的。 坐在路上除了要面对汽车,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脏东西。 据估计,一个城市居民平均每天要吸入二百亿个外来威力,包括灰尘、工业污染物、花粉等等。 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对付这些东西,以防我们生病。 如果入侵颗粒太大,你就会咳嗽或打喷嚏。 如果它太小,就会被困在鼻腔粘液里。 那些进入呼吸道的,会被鲜毛拍进喉咙,再进到胃里被盐酸溶解掉。 如果逃过了这几道关卡,还有肺泡吞噬细胞可以直接把它们吞掉。 我们常常认为,细菌是健康的敌人。 但实际上,身体早就在你毫不知情的时候和大多数细菌合庭共处来维护你的健康。 你的体内有大约两万个基因,但却有多达两千万个细菌基因。 但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细菌,而不是你自己。 但是在已知的一百万个微生物中,只有1415个已知会让你生病。 当然也可以说,仍然有1415个会让你生病。 由此可见,身体为我们挡下了很多灾难,但它并不是完美的。 把满鱼的心脏受到伤害,可以重新长出新组菌,人却不能。 疼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疼痛像一个报警器,当你触到电或者碰到过烫的东西,疼痛提醒你把手缩回去。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中,疼痛是没有目的和意义的。 有些人遭遇意外事故节肢之后,会出现患之痛。 这种疼痛发生在并不存在的身体部位上,就像一个怎么都关不上的报警器。 还有在癌症中,大多数癌症早即不会引起疼痛,也就无法提醒我们早发现早治疗,等到疼痛显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但是你又不能责怪身体的失灵,因为它大多数帮忙的时候也没有受到褒奖,况且你总是在不经意间跟它作对,增加了它保护你的难度。 下面一部分,我们就讲一讲现代生活方式是怎么跟身体作对的,以及我们有没有可能和身体互相保护。 在2011年,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里程碑,那就是全球死于心衰、中风、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人数首次超过了传染病。 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被生活方式杀死的时代,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疾病之间真的有关系吗?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还需要就事论事,我们不妨从一些常见的健康口号说起,它们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 第一句口号是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和健康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呢? 这要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一位英国医生首次证明了两者之间可测量的联系。 他找了三万多名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这两者正巧是九站族和九座族的代表。 经过两年的跟踪调查,他发现,司机发作心脏病的几率是售票员的两倍。 从来以后,一项又一项研究印证了这种联系。 另外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坐六个小时以上,会使一个男性的死亡风险增加近20%,女性则增加近一倍。 九座族患糖尿病,致命心脏病的几率都是正常状况的两倍。 第二句口号是吸烟有害健康,依然还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名不信邪的德国医生开展了一项研究。 他的目的本来是想推翻吸烟和癌症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很不幸,研究结果中的证据迫使他改变了主意。 他的结论是吸烟的确会增加患癌的几率。 第三句口号是每天要喝八杯水,这可以说是影响最广的饮食物区,这件事情依然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当时美国食品和营养委员会的一篇论文指出,八杯水是平均每人一天的摄入量,这个摄入量是包含日常饮食摄入的。 但是这个概念被汇小,变成了去除饮食摄入,还是要额外补充八杯水。 实际上从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相反,喝太多水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还会稀释血液中的钠含量,引发低纳血症。 另一项不靠谱的倡议是,少摄入脂肪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最新研究,认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关系。 尽管有些口号不靠谱,但是毋庸置疑,从总体上来看,现代生活的确让癌症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以来,癌症作为死亡原因的排名从第八跃升到了第二。 今天,大约40%的人会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患癌。 至于为什么会患癌,除去环境暴露和病毒细菌,生活方式也已经成为公认的一大原因。 吸烟、饮酒、饮食过量、超重都和癌症存在相关系。 但是不可否认,另外还有一部分看起来是随机的, 大约10%的男性和15%的女性肺癌患者不起烟,也没有接触环境危害。 我们前面一直在讲,你的身体竭尽所能保护你, 然而一旦患癌,则意味着你的身体竭尽所能要杀死你, 这是一种未经你允许的自杀。 有人把这种未经允许的自杀视为一种报复, 但是想要摸准自己身体的脾气也很难, 他们有时候牙子必报,有时候又很宽容。 所以说,在选择和身体的相处方式时, 我们最好摆正一个心态,那就是可能性和命运是两码事。 就算你肥胖、抽烟、久坐,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早衰。 就算你奉行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幸免于难。 五分之二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患者, 在患病前身体都很健康。 还有五分之一严重超重的人,什么都没做就实现长寿。 良好生活方式换取的不是健康长寿, 而是一个健康长寿的机会, 或者说是对身体这座奇迹宫殿的感恩和报偿。 毕竟,就算你的身体脾气再好, 你也不该毫无节制地欺负他。 好了,讲到这里, 《身体居住指南》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举了很多例子, 来说明身体为什么是一座奇迹宫殿。 它有很多精尿设计, 并且想方设法地保护我们免遭危险。 然后我们指出, 现代生活方式可能对身体造成的危害, 以及如何在接受命运的前提下, 学会与身体相互保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